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成果也非常好 尤其是我们在组维民权公园完成了启用 那我们在很多条的瓶颈道路我们打通了 那再来就是我们代表新北市政府参加全国的环保署营造友善城乡环境的比赛 或者全国第一名得到两千万的补助 我们会做在用在各方面的建设上 那新的一年我们会继续在各方面的建设 社会服务还有艺文活动上继续努力 除非立体骑车场也将在今年能够完工启用 那淡海轻轨将在明年底能够完工通车 也请各位乡亲继续给我们支持与鼓励 我们一起来打造淡水成为一个宜居的城市 最后再次的祝大家健康平安 新的一年新年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